嗯? 爸爸,我们今天要看什么呢? 哦,轩哦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到底我们有没有缺水 到底我们的水会不会来太多啊? 如果呢,我们呢,缺水的时候呢 就叫做呢,发生了旱灾 如果呢,我们的水来太多 就是闹水灾咯 这样,你清楚了吗? 嗯,我知道哦 洪水就是水太多了 那么干旱就是水太少咯 对不对,爸爸? 对呀,你好聪明哦 那么,爸爸来告诉你哦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先来看看闹水灾的状况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学你看哦 这里有分 很多的雨水叫做大雨 更多的雨水就叫做蚝雨 更多的雨水叫做大蚝雨 更更更多的雨水叫做超大蚝雨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分吗? 那是因为我们的水下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就越来越急咯 你看 不管是什么 都是在讲24小时里面 到底累积多少的雨水 你看大雨下了50毫米 50mm以上 哦 那么多 对不对 而这个 至少一个小时要有15mm 蚝雨呢 一样都是24小时 一天里面 要有130mm以上 然后呢 超大蚝雨呢 就是350mm 芭比 50 130 250 我背不起来啦 没关系 没有要你背 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叫做雨水越多 我们短时间下了很多雨水 就会受不了闹水灾 你看 大雨 蚝雨 大蚝雨 超大蚝雨 前面的形容词是不是越来越多 对啊 嗯 你好聪明哦 所以啊 我们就说了 这个雨水越下越大 好恐怖哦 嗯 阿比 这张图 在做什么啊 他告诉我降雨量 是什么玩意啊 哦 这个赛甲 我们下了多少的雨水 如果呢 雨水下的刚刚好 我们就说 这个叫做水之源 可是呢 下太多好不好 嗯 下太多可能不好哦 因为下太多 就淹水了 哇 你好聪明哦 对 你看 下太多 就超过了我们 大自然 我们的土地 能够承受的上限 所以 真的是 洪水 是水灾 是灾害了 嗯 巴比 阿如果水太少呢 哦 水太少也不行 水太小 都没有东西喝啊 要泡橘子果汁也没有了 要喝豆浆的水也没有了 要数一米的水也通通都没有了 所以水太少好不好 不好 刚刚好就OK了 刚刚好叫做水之源 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 哦 巴比 我知道了 嗯 你好棒 所以呢 刚刚好的叫做水之源哦 那么 我们继续看下去哦 我们说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洪水 为什么台湾会有发生洪水的状况呢 巴比 是不是我们台湾 雨水都来很多 对啊 你真聪明 你看 我们海岛型气候哦 而且下雨 是平均值2500mm 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哦 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 可是 我们的雨水太集中下了 怎么集中 我们就两个时间点 一个叫做梅雨季 另外一个叫做台风季 所以啊 我们看到这里就说了 他5月份 6月份 就是梅雨季 7月 8月 9月 就是台风季 所以好恐怖 一下子水 就来太多了 你看 南部地区最明显 台南 你看 这个5、6月 不就是梅雨季 这个7、8、9 不就是台风季 所以 我们南部更恐怖 常常呢 水呢 叫做雨季来太多 旱季呢 叫做梅雨季 来喝 爸爸 那我们南部 那么惨 北部 你看 北部就像台北一样 虽然呢 5、6、7、8、9 一样 都有雨水 可是 它的冬天的时候 也有雨水 因为冬天北部地区叫做 受到东北季风吹 而北部地区呢 就是阴风面 直接呢 那个山 就受到了我们的风吹啊吹 而风吹啊吹呢 的时候呢 刚好它未出阴风面 所以咯 它 就会下雨 因为 这个含有水气的 这一些呢 水分子 就迎着风 爬上了天空去 温度下降 就变成云 就会下雨 所以呢 我们冬天的时候 北部地区 吹风面 也是有雨水的 巴比 那是不是代表 冬天 北部比较不会有汗水啊 部比较不会有汗灾啊 答对咯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南部地区 反而比较容易发生的叫做 汗灾 尤其呢 冬天水 通通都没有 如果遇到梅雨季又没有的时候 我们就有可能闹汗灾咯 啊 人不会闹汗灾 啊 巴比 啊 不会闹水灾哦 会啊 刚刚说的梅雨季 台风季 就是会闹水灾的时候 哦 巴比 我懂了 原来如此 所以雨水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河流是不是 就没有办法装很多水 然后就满出来 满出来了 嗯 你很聪明哦 没错 如果呢 我们河川里面的水 下大雨突然间的增加 水没有办法升卸 排不去的时候 那个河流的水位好高好高好高 就会暴涨 结果就满出堤房 满出堤房 满出堤房旁边呢 就 就 就不行了 因为 旁边的房子 就被水给淹到了 我们就说洪水到了 尤其山区 可能还发生叫做 发生了山崩 发生了土石流 是很恐怖的哦 你知道吧 巴比 是不是就是电视上看到 那个咕嚕咕嚕咕 好多水 就从山上滚下来啊 对啊 就是那个画面 超级恐怖哦 巴比 啊 这里两个城市怎么了 咦 巴比 这个角城市 好像刚才的那个台南哦 因为你看 后面的冬天没有雨水呢 没错 这个呢 甲城市 就是冬天没有雨水的 南部地区 你很聪明哦 巴比 啊 这个雨城市 冬天哪有雨水 是不是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北部地区啊 因为呢 北部冬天哪有雨水啊 嗯 你真的非常的smart 你好聪明 果然 被你猜中了 因为这个雨城市 它呢 冬天的时候 是有雨水的状态 所以它应该是属于北部地区 你真的很聪明 Good job 巴比 这张图 淹出来了嘞 对啊 因为水太多了 就淹了啊 这个就叫做细子 淹水了 好恐怖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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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这种子 我们 台湾 常常会发生洪水 发生水灾 是不是 对啊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所在的环境 就是这样 台湾地形 十分的奇怪 因为呢 山很高 流的水就很急 而且我们的山 好多哦 所以呢 每次呢 台风季 雨水来很多 我们的水都流很快 山上就有山洪爆发 就有土石流 超级恐怖的 那我们台风 跟梅雨季 真的很恐怖 我们不要去山上玩 好不好 嗯 没错 可是 可是 轩你知道吗 我们台风季的时候 通常发生的叫做 在 七 八 九 月 啊如果没有出去玩 啊我们的暑假 不就泡汤了 所以 你就不能出去玩了呢 爸爸 爸爸告诉你一个方式叫做 我们要看气象报道 因为呢 那个气象主播都会告诉我们 说哪个时间点有台风来 然后避免到山区 所以呢 只要我们避掉那个台风来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去玩 所以不是整个台风的季节七八九月通通都不要去 只是我们出发前要看气象主播告诉我们什么事 这样呢才不会呢出去玩 结果呢走避不及就受困咯 嗯爸爸那我们今年暑假要去哪里玩啊 嗯都可以啊你想要去哪里玩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商量商量 那比你真好 我爱你哦宝贝 那爸爸再告诉你哦 常常呢 如果那个水很多 然后呢就会淹出来 结果呢 这个水淹出来的时候呢 你说水会流掉吧 水流掉的时候呢 它带来的很多的石头 有栗石 有泥 有沙子 这一些呢 通常到下游的地方 等于水 等河流的水 通通都停的时候 这一些栗石 这一些泥沙 就会累积在河道的两侧 这累积起来的 就是河水泛滥的结果 泛滥的结果呢 我们说这个是平原的区域 就是本来交让河流的水宣泄 然后在那里呢 宣泄让我们的呢 沉积物可以停在那里 所以呢 有人说呢 这个泛滥平原呢 多加利用 可是老实说 多加利用的结果呢 叫做 可能发生一件事情 叫做 哇 房子盖了 被淹水淹了 大树种了 被水弄死了 所以呢 泛滥平原是要利用 但是呢 长期的作物建筑等等 都是不适合的啰 哦 芭比我懂了 那你芭比 这个图你看哦 这个图是不是说 那个河流的水啊 然后旁边会满啊 结果有人在两侧乱盖房子 盖房子的结果叫做 水就淹出来 原本水在这里 后来盖房子 水也在这里 后来再盖更多房子 水就在这里 哇 就淹水了 你很聪明呢 所以啊 我们河边呢 的房子 可不可以无止境的 一直盖 一直盖 一直盖呢 不可以的 芭比我刚刚都说不可以的 没错 你真棒 真的是不可以 不然到时候呢 可能闹成了 那水灾 房子就爆掉 就就就爆掉了 哦 芭比我跟你一样很聪明 我通通都知道 所以我们的房子 不可以盖在这个河流的旁边 不可以盖 不可以盖 这样盖了的时候呢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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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发生一件事情 叫做 我们泛滥平原地方的建筑物 就沿水 使得水会变得更高 水会变得更高了 结果 旁边 又盖房子 所以就更更更更高了 嗯 没错 没错 你讲的 好棒 好棒哦 你真的很棒 那么呢 所以咯 我们就说了 基本上呢 我们呢 房子盖很多 都市化的结果 是不好的 原因是 在没有都市化之前 一折 我们的水 最高 下雨的时候 河流的水 最高的点 是在这里 然后下完雨水之后呢 要隔 那么的一段时间 才会呢 我们的河流的水位最高 因为 我们 没有都市化 就是都很多的森林区 很多的草坪 水可以慢慢的流动 就会经过比较长的时间 才会跑到河流里面 这样子就比较多的时间来 这个应付真正水满出来的情况 可是都市化的结果 我们呢 很多都变成了博友的路面 水走得很快 而且呢 我们呢 水不容易跑到土壤里面 所以我们河流里面的水 就变得好多 因为呢 很多的浸流 全部都流到了 这个河川里面 所以你看都市化的结果 我们的河流的水量很大 那么那么大 超级恐怖的 而且呢 下完雨之后 很快的 就会让这个水位 变得超级高 超级恐怖 所以都市化的结果 也就造就了我们 常常常常 很快就会淹大水 所以呢 很多人就去这个河床钓鱼 结果很快就爆掉 因为水突然间好大就过来了 宝贝 那是不是告诉我们要多种树 啊不要呢 一直一直的把树砍掉 对 没错 是我们要种小树苗 让小树苗长大 变成像大树一样保护我们哦 宝贝 我知道 就跟你每天早上呢 在那边呢 交小树苗一样 对不对 答对了 那么呢 你说我们呢 政府人民 我们彼此要做些什么事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哦 哇 平常就要看繁洪的设施 有没有完整 台风来的时候 要看各地到底排水 有没有正常 而且水呢 流的比较大的地方 像山区 河流的上游 就要随时的去掌握 尤其呢 如果发现呢 那个水很多的 的时候呢 我们呢 不只要掌握住 甚至可能住在附近下游的民众 就要赶快做一件事情 叫做逃跑逃跑 这样才不会呢 可能山崩 可能土石流 就有更大的灾情发生 甚至呢 下游的河道两侧原本呢 提防边的都会地区 提防边的停车场 也必须把车子给移走 这样才不会变成泡水车 泡水车就不能开了 把鼻子 啊是不是很多时候台风天就有那个新闻啊 说可以停车停在高架桥上面 然后啊这样子就不会被水给淹到呢 没错 就是在讲这件事 把鼻子 啊有时候呢 常常都有人说 半夜睡到一半 半夜逃跑 啊那个半夜逃跑上去的阿公跟阿婆 是不是呢 就是因为水很多很多啊 对没错 因为半夜的时候 发现那个水下很大都没有停 更需要赶快的做好准备 只是半夜逃跑真的有点危险 最好白天发现呢 情况不对 就要赶快绕跑了 嗯 那把鼻 啊那个政府要做那么多事 啊我们到底民众要做什么事 我们呢 平常呢 就把那个水沟清干净 上面不可以乱堆东西或者盖东西 不然呢 水沟就会没有办法让水流得很顺畅 而且呢 那个氾濫平原 要供洪水宣泄的河川 我们也不应该去做什么坏事 我们要让它保持畅通 这样呢 河流的水很多的时候呢 洪水就能够呢 在那些可以宣泄的河川流动流动 而不会流到旁边更遥远的建筑物 所以呢 在台风天刚好是暑假的时候呢 把鼻可以带你出去 不累 可是如果这个雨季的台风天的时候 有新闻报道说 可能呢台风来袭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过去 因为很危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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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不知道 知道了 把鼻 我知道啦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要做好监测的工作 平常的时候呢 我们做好水土保持 树不能乱砍 我们呢 在做这个边防的时候 山坡地的边边的时候 不能够一天到 都要用混泥土 我们要记得 插几根的水管 让它排水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呢 才会呢 做好边坡的防护 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发现呢 我们呢 注重森林 森林呢 在上游的地方 就可以发挥很棒的效果 让水走得比较慢 而且呢 水也可以渗透到土壤里面 所以多种树 可以呢 做好储存水的功能 让它变成躲在地底下 地下水 这样一则呢 可以减少洪水发生的机会 二则呢 也可以让我们呢 改天 没有水后的时候 可以挖一些地底下的水来使用 这样子 做好久也就知道了 我看你 感谢观看